打开微信 扫码健全与车友大V开启热聊 Hello大家好 我是薛超 疫情期间带着口罩和你们聊 希望你们可以谅解 今天我们来看的是 Alpha Romeo的Julia这款车 我身边的这台拍摄车 是399,800的赛道限量版 稍安勿躁 我知道你们最想听的就是优惠 这个我们放在结尾再聊 这台车我给它总结了两个优点和两个缺点 首先是优点1 外观的设计 它的设计真的非常非常的好看 现在主流品牌千篇一律的家族化设计语言 可以说是了无新意 而这台车也看过去 非常Italia的设计颜值就会高出一点 再加上它是原版意大利进口的车型 并没有家常 所以侧面的车身比例就会比较紧凑和运动 不过有一点我要提一下 就是它的轮胎 18英寸的轮圈配的是一个被耐力P7的四季胎 抓地力非常非常不好 这个我们在之前的测试里面是有相关的经验的 所以我建议如果你买这台车是为了操控和运动 那么买回家就直接换胎就可以了 我知道有些朋友会说 它用的不也是Alfa Romeo的家族化设计吗 其实没错 但是至少这一套家族化的语言 现在用的车型还不多 至少在现在这一套家族设计语言 我们还没有看腻 那内饰呢 虽不如外观这么惊艳 不过红黑的配色 加上红色的在方向盘上的一键启动按钮 还有非常大尺寸的拨片 这些也都对得起它运动的定位了 优点二就是它的驾驶感受 这台车用的是2.0T的温轮加发动机 280马力400牛米配8AT的变速箱 前双叉臂后多连杆 这样的机械素质听上去就会比较运动了 这台车在刚引进的时候就开过 确实是有一定的驾驶乐趣的 开起来会比较轻巧比较活泼 动力的响应也会比较及时 整台车是一个很欢快的感觉 当然要再提一句 以上所有的感受都是基于换了运动胎之后 这个P7的轮胎真的是不太好 在这个级别 如果你真的要追求驾驶和操控的乐趣 可选的车型其实不多的 凯迪拉克的CT5顶配 还没有换代的宝马四系 再也就是这台车了 优点之后就是缺点 首先缺点19这台车的做工 真的是完美的体现出来了意大利人的随性 车里的每一个按键都是松垮的 而且音箱的部分甚至是可以上下晃动的 就完全体现不出来一个豪华车 开友的档次感和质感 那缺点二 你们现在应该也可以看得见 就是空间了 前面是我调好的坐姿 腿部只有一拳头部 勉强可以伸直吧 这个空间和我前两天 刚刚填过的凯迪拉克CT4 可以说是半斤对八两 再加上中间如此高的一个凸起 所以当做四座车来坐就可以了 五座就不建议了 后备箱的整个造型不是很规整 容器也非常一般 所以我不建议任何有实用性或者空间需求的人 来买这台车 因为同级别空间大的车真的太多了 结尾的总结 来和你们聊一聊购买方面的事情 这台车的现在在店里的优惠 大概是85折到8折 没有你们想的那么疯狂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已经不是清国武库存车的时间点了 所以现在的优惠会会收拢一些 而且这台车是意大利进口的 很不幸现在意大利的疫情非常的严重 所以现在在图到港和店里的库存车全部卖掉之后 之后的车员什么时候才可以到 真的谁都不知道 这就是这台车现在比较特殊的点了 再多说两个 就是这台车呢 很多人你会去顾虑它的可靠性和二手残值 因为它的整体的优惠幅度已经比较大了 所以二手残值方面的影响 我觉得可以稍微的对冲一下 稍微的弥补一下 那至于可靠性呢 确实这台车的可靠性口碑是不好的 普遍出故障的概率会高一点 但是你具体买的这台车会不会出故障 会不会有小问题 这是一个基于大数据的概率学的问题 所以如果你追求稳妥 还是买更大的品牌可能会好一些 那如果你愿意去尝试一下 这样有个性的车的话 我觉得倒也是可以去试一试的 如果你最终决定来买这台车 我建议你直接买最低配就可以 因为现在再售的三款都是280马力的版本 它们的配置差异主要就是集中在 主动安全的功能 喇叭的数量 以及最高配会有一个LSD的限滑差速器 其实说白了 还是买最低配的性价比会高一点 因为像座椅加热 甚至方向盘加热这样的功能 都是全系标配的 好 今天的节目我们就简单聊到这里 我是徐昌 下期再见 拜拜